我是游风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有66%的美国人 表示的话 他们对网上购物的期望的话 高于三年前 对于35到44岁的购物者来说的话 这一笔你的话飙升到77%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跨境电商平台 等你看完本期视频以后 你就能明白做跨境电商 选哪个有电商平台 开网店最合适 那我会在本期视频中分享各大平台的一个优缺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线购物的一个趋势 从2014年到2024年 它基本上翻了非常多倍 现在在线购物的趋势非常的猛 去年全球电商的交易额的话 超过了6万亿美元 虽然这个占比很高 但是电商它占整个零售的一个比例的话 也就14% 15%左右 说明啥呢 说明什么呢 网店的发展空间还非常非常的大 那有很多人会说 现在做电商非常的竞争非常的大 但是市场也很大呀兄弟 现在就是做跨境电商开网店最好的时机 如果你想再往上赚钱 跨境电商一定要做起来 本期视频就是来教大家 我们怎么样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电商平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最主流的第三方建站平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立站 它的名字叫Shopify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 Shopify名气非常的大 抛开大平台 比如说像亚马逊 在独立站领域 Shopify的话 它已经远超第二名Wookommerce 对于专业的电商卖家来说 Shopify它是专门为我们电商卖家量身定制 功能全面 而且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客户的支持 Shopify有它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类置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模板 这些模板都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都非常的专业 它的价格的话 付费的价格一般是在200多美元到400多美元之间 除了它官方自带的模板 如果你觉得它官方带的这些模板比较贵 那你还可以购买一些第三方开发的Shopify模板 相对来说价格的话会便宜很多 只要几十美金一个月 比官方的200多便宜很多 第三方平台的模板的链接 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如果你正准备做Shopify店铺 计算又非常有限 当你的网店搭建好以后 那你可以来到这个平台 来找一些便宜的一些模板 新手的话 从这里开始 更重要的是Shopify建栏非常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试用 它提供了一个三天的免费试用 那你进入这一步后 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跳过全部 选择你的地区 接下来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登录 基本上你的店铺的话就已经创建好了 Shopify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 它的APP应用生态非常的丰富 那无论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那你总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应用 基本上网店理想实现的功能在它的一个Shopify APP store里面都能找得到 不过的话Shopify也有它的短板 那就是它的价格的话 它的价格分为按年付款 按年付款就便宜一些 如果按月付款的话 最低价格是25美金一个月 除了收它固定的25美金一个月 它还会从你每一笔的一个成交当中 抽取2%到0.5%交易服务费 那你给的一个固定费用越高 那你所交的一个交易费的话就会越低 另外的话你购买它里面的一些APP 还有模板的话都需要支付偶尔的一些费用 另外Shopify在产品页面 还有在结账页面自定义方便有所限制 如果你追求高度的个性化 那你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平台 比如说Wookommerce 最近的话可能用它平台的人比较多 它们的客服质量的话有所下降 如果你想寻找一个高性价比的电商平台 需要关注我后面介绍的另外一个平台 就是Wookommerce 那个平台的话它是免费的 等一下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下一个平台 这个独立站平台的话叫做SquareSpace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网站建站的工具 主打一个好看 里面有好多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模板的话 等到你去挑选 那每一个模板的话都会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的话他们的客服服务的话也非常不错 全天后再现 可以随时解答你的问题 那不过SquareSpace的话也有很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它并不是为电商而设计的一个平台 而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建站的工具 那后来的话它才慢慢的加入了电商的功能 还有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候 你想让网站实现一些简单的电商功能 SquareSpace的话可能做不了 在价格方面如果你按月付的话 它的最低价格也是25美金 跟Shopify的话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在电商功能上的话有所欠缺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艺术家 我可能就不太推荐这个平台给你 如果你只是想建一个比较漂亮的网站 顺便卖点自己的作品 SquareSpace的话还是非常的适合你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平台 下一个平台的话叫做Wix 这个名字的话非常简单 我相信应该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 Wix的话也有一个较大的应用市场 里面又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可以帮你实现非常多网站的功能 让你的网站的话变得更加的丰富还有便捷 也就跟Shopify的APP市场一样 同时Wix也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平台 它可以保证用户数据的安全 但是我并不太推荐大家使用它作为电商平台 这个也是因为它和SquareSpace一样 它最开始只是一个建网站的一个平台 后来它再逐渐的加入了电商的一些功能 有了一些电商的属性 这就导致了Wix在电商方面的支持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很多电商卖家所期望的一些关键功能 Wix的话可能不能提供 或者说不够完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叫做GoDaddy GoDaddy最初是卖域名的 更多人可能是通过域名才了解了它这个平台 因为它的域名价格的话比其他地方 可能有时候要稍微便宜一点 有些人就想说在它上面买个域名 顺带就建一个在线商店 不然我想说真的不推荐你这么做 为啥呢 因为GoDaddy的话价格一旦涉及到电商服务 就显得有一点点高了 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创业预算比较有限的朋友来说 再者的话就是GoDaddy的话在电商方面的功能还有特性的话 说实话跟专门的一个电商设计平台比起来的话还是差点意思 因为建站和电商不仅仅是买一个域名 那么简单 你还要考虑其他非常多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用户体验 支付系统 物流等等 在这些方面的话 GoDaddy的话可能都还有非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名字叫做 Beagle Cartel 它属一个入门级的免费的电商平台 刚开始的话你可以免费上架五个产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 这个平台的剪辑还有易用性的话是它的一个亮点 这里是有每个月零元你可以上传五个产品 每个产品可以放一张照片 15美元一个月 如果按年付的话稍微便宜一点 12美元一个月 对于艺术家来说的话 这个平台的一个剪辑还有易用性的话是它的一个亮点 你可以快速搭建起一个小小精致的在线商店 Beagle Cartel的话 它也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限制 首先的话就是它的功能和集成相对较柔 可能无法满足业务扩展的一个需求 另外的话就是Beagle Cartel的话 它的模板它选择的话非常有限 它模板不多 客户支持的话也相对来说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它没有提供一个全天候的一个聊天或者一些电话支持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 你只是向简单的销售一些自己的作品 比如说画作 那Beagle Cartel的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起点 如果你有更大的一个电商计划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是考一些更专业的 更全面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讨论的WooCommerce 它同样提供免费版本 并且具备更强的一个扩展性 还有支持的服务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平台 下一个平台的话叫做Beagle Commerce 它曾经的话也是电商领域的热门的一个选手 但是现在它的方向变了 它主要是专攻大型企业 它主要是专攻大中型企业 我知道肯定现在还有些人在推荐Beagle Commerce 但是如果你不是大企业或者说中型企业的话 那我建议你不用考虑它 因为它可能不太适合你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Margintone 它是另外一个在三四年前 或者说四五年前 还比较流行的一个电商平台 后面的话它改名叫做Adobe Commerce 这个平台的优点就是一个高度的一个可定之行 缺点的话就是非常的复杂 你需要聘请专业的设计师或者开发人员 来创建你的网站 总的来说还是不太推荐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点麻烦有点复杂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WooCommerce 足利占领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平台 它确实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并存的一个平台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免费 所以对于初创企业来说 可以节省不少的一个成本 因为它这个程序的话是不需要给钱的 不过虽然说WooCommerce本身是免费 但是如果你要开设网店 你还需要购买一个主机来托管你的商店 说到主机 市面上可以选择的非常非常多 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hostinger这样的一个平台 hostinger它支持的国家非常多 而且它还支持我们一个中文 在付款方面的话 它还支持支付宝 我们中国的银链卡付款 在客服方面的话 它们也有中文的一个客服 性价比高功能强大 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说到WooCommerce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的插件 或者它的一些附加功能的话 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且的话设置起来的话也非常的简单 你搭建个网店的话 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 在模板方面的话 WooCommerce也提供了非常非常多免费的模板 当然的话付费模板也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丰富 除了WooCommerce官方网站提供的一些模板 还有第三方的一些模板平台 比如说像这个模板森林 那里面的话有很多关于WooCommerce的一些模板 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WooCommerce完全可定制也是它的一大卖点 无论你想怎么改它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也有弊端 对那些不熟悉代码的用户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如果你想深度定制 可能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帮忙 虽然WooCommerce有大量的插件可以弥补这些功能的不足 但是也意味着你需要安装更多的插件 才能让你店铺顺利的运行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 WooCommerce在技术知识方面 可能不如Shopify等专业的平台 如果你对电商有一定的了解 且愿意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还有维护 WooCommerce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之前的话做了一个关于WooCommerce的详细教程 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关于WooCommerce 整个独立站的一个搭建的一个整个流程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想趣的一个平台 叫做亚马逊 在亚马逊这个平台里创造了无数的财富 亚马逊的一个正式估值的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欧美地区大约有一半的电商交易可能都发生在亚马逊上面 去年的话他们在营销上的投入的话就超过了169亿美元 如果你在亚马逊上面销售产品 平台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一个潜在的客户 注册成为亚马逊的一个卖家也非常的简单 你不需要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店 只需要把你的产品上架到亚马逊里面就可以了 最近的话他们还搞了一个活动 最高15万美元的一个销售饭还 超过600美元的一个亚马逊工具报的一个优惠 它可以把商品的话输送到20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 光是它的一个高级会员的话就超过了2亿 4年内亚马逊的品牌注册 中国卖家的数年的话超过了40倍 非常非常厉害 当然的话在亚马逊上面销售产品的话也有一些挑战 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竞争 因为亚马逊上面有超过900万的一个卖家 每天还有三四千的新卖家的一个加入 但是实际上的话只有大约200万的卖家是活跃的 而在美国的话这个数字的话可能会减少到100万 竞争虽然很激烈 但是如果你能掌握在亚马逊上面的一些销售的技巧 那你也可以脱颖而出 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 在亚马逊上面的话还是非常有机会 如果你的产品足够的优秀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渠道 沃尔玛平台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去年的话 去年的话他们仅仅是线上的一个销售 就超过了500亿美元 在沃尔玛网站上销售的一个显著优势是 如果你的商品的话表现出色 他们可能会邀请你在他们的实体商店中销售你的产品 要知道沃尔玛可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零售巨头之一 他们在实体店的销售的话超过了5000亿美金 所以如果你的商品在沃尔玛这个网站上表现还不错 你就有机会进入他们的实体店 亚马逊不同的就是沃尔玛它并不收取一个月租的费用 他们只收取你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一个费用 在沃尔玛上面销售 它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 因为它的网上的一个市场占用力相对来说比较少 它仅占据所有的电子商务销售额的6%左右 那沃尔玛亚马逊你还可以考虑一些小众的平台 比如说Essay还有Ebay那也可以考虑 这些平台的话每天的话也有非常多的一个访客 因此的话如果你能多开店 那在上面的话还是非常有机会 在Essay上面的话 但是在这些平台上面销售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那无论是沃尔玛 不管是沃尔玛还是亚马逊 他们都会从你的销售额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佣金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这些平台的话 有权随时终止你的销售资格 因为我们如果你经常关注跨界链上 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是什么什么样的卖家的号又被封掉了 它上面的知识产权 还有一些税非常地完善 你稍微有不注意 那你的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相比较之下Shopify 还有Wookcommerce 或者说其他平台创建的你自己的网站 你自己的独立站 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自主权 还有一个稳定性 如果你希望你做达你的跨境电商产业的话 那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在亚马逊上面开店 同时的话你可以搭配Shopify 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站 或者说用Wookcommerce搭建都没有问题 那在这些所有的平台当中 如果你的预算非常有限 或者说你是一个新手小白 你只是想测试一下电商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从Wookcommerce下手 那我之前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器 好好学习一下 程序本身不要钱 你只需要购买一个域名 购买一个主机 搭建你的网站 你就可以上线销售你的产品了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更加专业 更加强大的一个电商业务的话 那我推荐你使用Shopify 虽然的话 它的费用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刚开始可能都需要几十美金一个月 但长远来看这笔投资 可能会带来比较丰厚的一个回报 我是有风 希望今天的分享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提到的所有的链接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兴趣的小伴 可以打开这些网站好好去看一下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交流